台湾艺人郭远军为疫情发生被绿营威胁围剿事件 在岛内是持续的发酵 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引发强烈反弹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民进党当局因为压不住民众的怒火 开始把矛头指向所谓内容农场 也就是专门刷内容的网军 企图带偏风向 洗脱罪名 苏贤昌此言一出 群情激愤 谁无父母 谁无子女 怎么会讲这样的话 就只是一个事件的呼喊跟光环 被攻击成不能容许在台湾社会发声的声音 30年来一个自由思潮的一个大灯倒退 今天上午 国民党召开记者会继续声援郭彦军 据台湾媒体报道 因为不满言论自由被打压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脸书已被台湾民众灌爆 超过万人点怒 并留言很多孩子都走了 眼看风向几乎一面倒 民进党当局又开始出招了 该讯息疑似是遭受内容农场操作 将其广泛散布 本局将会针对源头受源追查 5月25到26日之间 至少有25个脸书粉丝专页 张贴与本案相同内容的文章 那这些来源都是来自内容农场 相关单位接连发声 企图将矛头指向对立的内容农场 甚至有人开始动手抹红 台湾媒体人黄阳明29号在脸书发文表示 有绿营测译网军制作图片带风向 称很多孩子走了的相关消息 先是所谓大陆网军在5月25号下午发文 郭燕军在25号晚间才分享差不多的内容 黄阳明指出 实际上郭燕军准确的发文时间是 25号的凌晨2点34分 郭燕军公布的相关内容 找不到有比他更早发文的证据 黄阳明讽刺称 绿营测译网军连基本的查证都不懂 就想带风向 去出征郭燕军 反而导致了更多民众的反感 对于绿营测译网军的做法 有岛内网友似乎已经预料到 在台媒评论区留言称 又来这一套没人相信了 也有人称 测译带风向怎么可能去查证 反正就是要把你往死里打 被纠正了也没关系 反正已经造成伤害了 一个多月来 台湾已有十名儿童染疫死亡 民进党高官的各种威胁 绿营网军的围剿追杀 激起了岛内各界的骂声一片 各方的观点 请宇飞带来树立 宇飞 好的 张涛 我们首先来看 台湾联合报就发文指出 这么多民众声援 郭燕军除了因为他说的是事实 大家更对民进党当局肆无忌惮 打压言论自由 感到厌恶 愤怒和无法容忍 文章还指出 如果今天郭燕军 因为陈述事实要被封口 那明天就可能有更多的人因批评 遭到打压 后天就有更多人被诬陷或栽赃 然后台湾就会变成一个 集体晋升的社会 我们再来看 台湾法律政策协会副理事长 叶庆元则刊文指出 从时序可以清楚的发现 是民进党侧议网军 围剿郭燕军 逼他删文道歉在先 但是到了民进党当局 以及侧议的口中 却把民众的反弹 以及对郭燕军的声援 反打成大陆的所谓认知作战 我们再来看台湾中时新闻网 就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文章说 公理自在人心 死一个人也是人 死十个人也是人 岂可以死亡人数多寡 来定夺事件的严重性呢 那不管是太鲁阁号事件 还是高雄城中城大火事件 蔡英文的关心程度 都没有美国总统死一条狗 来得重要 那同样死了十名小孩 蔡英文说句话了吗